你好 广州110 35年前 广州110诞生在美丽的珠江之畔 24路电话 有四个电话机 一个号码 守护万家平安 这里就是我们广州110界级服务台 我们是2003年开始使用这个大厅的 不断改革 不断创新 为民初心不变 满足社会的需求 顺应群众的扶生 这一块这里 这始终是我们最原始的一个动力 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系列节目之 南越警示 守护阳城 广州110即将播出 2021年1月10号是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也是全国第35个110宣传日 一个号码 守护万家平安 1986年的1月10号 广州市公安局 在全国率先正式开通了110报警服务台 35年来 广州110分秒不停地守护着 阳城的万家灯火 随着时代的变迁 广州110也在不断地发展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诞生在珠江河畔的广州110的发展历程 大家早上好 这里是广州交通港国 今天天气多云为主 下不可能会有小雨 出行路上 大家注意安全 祝你一天都有好心情 这里是广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街警大厅 指挥中心24小时疫情 每天处理的报警电话超过了15000多个 14时40分续 接线员接到一个报警 市民王先生说 自己的14岁儿子突然离家出走 你好 广州110 你好 广州110 请问有什么事报警吗 哦 小孩丢失了 指挥中心的命令 很快传递到广州市公安局 黄浦区分局大沙派出所 派出所立即派出民警赶到事发小区 开始寻找孩子的下落 在小区里面 然后跟着他的父亲 然后就是他走过的地方 然后去查监控 民警和热心群众 找遍了事发小区每一个可能藏人的角落 也联系了孩子可能认识的所有朋友 都没有找到孩子的下落 这时天色渐晚 人们的心情越发胶着 突然有民警向胡建兴报告 在某小区一栋楼的楼顶发现了一名男孩 华一是刚开始我跟你说的 就是那个要走丢的那个小孩 大沙派出所副所长胡建兴 立即带着民警叶永刚赶到了事发小区 看到现场的情况 胡建兴倒吸了一口凉气 躲在那个顶楼32层的一个漂台的外面 很危险的 而孩子站立的平台只有不到一米宽 外侧没有任何遮挡 短袖 短裤 拖鞋 我们不敢抬起头 都是拿工作手机伸起来 让他看不到我们的头 来偷偷地看他 要看他的安全状况 跟那个环境适不适合救援犯案 在尽量不惊扰到孩子的情况下 救援行动紧急展开 跟消防的跟他们沟通 然后让他们马上就想办法把下面铺那个气垫 他说这么高 可能意义不大 但是我们我还是跟他们讲 还是你尽量做这一块的工作 而在和孩子父亲的沟通中 明景也逐渐了解到了这件事情的起因 他是一个单亲家庭 他就他爸爸带着他 可能比较内向啊 有点自卑 然后他父亲让他转一个学校他不愿意 显然第一时间让孩子对抗的情绪舒缓下来 才是成功救援的关键 跟他爸有一个沟通 就跟他讲 有什么事情 你先把小孩子先救下来再说 千万不要再去刺激他 这个时候生命是大于一切的 这时 叶永刚轻轻走出楼道 试图再次观察孩子的状态 然而就在此时 意外突然发生 那小孩子就刚好站起来了 站起来了 刚好一下 叶永刚跟他两个人目光就对上了 是选择马上退回来 避免刺激到孩子 还是主动出击 当时的叶永刚来不及一丝犹豫 我们是人民警察 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有什么事 大家谈好他 他马上跟他就讲 有什么事情 还大过什么生命啊 什么事吧 可以有什么都可以谈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我过来拖住你的手好不好 可以拖住你的手 来 好吗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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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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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没事没事我们不会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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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我我尽量帮你解决好不好 风很大 我就说完之后 我看他没有拒绝我走过去 我就走过去了 是你爸是吗 没事 我等会我还找他谈 你放心 我还批评他 批评他好不好 他跟你谈 如果两个又吵起来怎么办 我们起码做中间人 帮着你是不是 能够帮你解决问题 能够解决问题不是问题 然而就在此时 孩子又做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的举动 小心小心 你拿住拿住 拿住 你这个拿住这里 他往后退 他一退 那个后面是没有任何防复的 一退就下去了 你不知道那个窗檐上 有没有那个青苔 很多情况 就青苔表面是干枯的 可是他里面湿的 我这样子又不能相信吗 哪个是他老爸 你知道他老爸是吗 我跟他谈好了 只要你答应他 不去那里读书 去其他学校读书OK 那你现在什么不要紧 就人命万天对不对 你拿住 大家交换条件 两只手 两只手拿住 OK 来 我说 大家勾勾手指哦 承诺我 不能够有用可动作 我叫他 两只手 拿着那个铁杆 他开始一只手拿着 那我先给你拉个勾 你先 都承诺你这些 然后他答应了 就是这个看似玩笑的举动 让现场所有人悬着的心 都放了下来 可以 过来 你跟他说 你跟他说吧 好OK 距离OK 说 然后 就 就 问他上不上来 他说愿意了 来拉住你的 你不要那个 来来来来 那个栏杆可能有 有这么高啊 有这么高 上面还带一些那种刺啊 好好 很多小时 其实像这样的救助案例 在广州市110指挥中心的接警记录中 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群众有求 必有回应 是110成立时的初心 广州110报警服务台的前身 是解放初期的00电话 俗称道警电话 1973年 邮电部将00电话 改为01到警电话 1986年1月10号 广州市公安局 在全国率先正式开通110报警服务台 之所以使用110三个数字 主要是为了方便群众记忆 当时接入的既包括刑事治安案件 也包括交通事故 遇险危难等 需要公安机关帮助解决的问题 杨运华是第一批接线员 24路电话有四个电话机 110报警服务台开通第一天 杨运华和他的15名同事 一共接到了24个报警电话 这个24个电话 而且有些是人家就是说 好奇打过来 剩下机 有些是打错电话 不过虽然设备简陋接近量少 但是由110接入信息 再协调相关部门到现场处置的工作流程 已经初步确立 1989年 杨运华在值班时 接到广州市公安局 攀于分局的求助 说有一名持枪抢劫嫌疑人 可能向广州火车站方向逃窜 杨运华几乎在第一时间 脑海里就勾勒出一条 从民警出发地点到火车站的最佳路线 帮他定好这个路线 然后就通知分局 通知那个交警 告诉他你要走哪条路线是最近的 在正常情况下 需要一个小时的路程 在杨运华的一路协调下 民警半个小时就赶到了火车站 成功的将嫌疑人抓获 由110为枢纽 协调各方警力处置警情 公安部门很快意识到了 新的工作流程带来的效率提升 全国各地公安机关 纷纷开通110报警服务台 1997年 广州市110报警服务台迎来重大升级 原来的24路电话被扩充到66路 接线员也开始忙了起来 基本上是没有停 甚至有时候要去喝口水 去个洗手间 都要快步 跑步去完成 从回到那个街景座位 去开展我们的工作 与街景量增加所伴随的 是110指挥功能的进一步强化 通过指挥中心集中调动各警种 处置各类警情和突发事件 被作为一种工作制度固定下来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顺势而为 在1997年4月1号 广州市公安局就成立了一个总指挥室 就是在以往只是接触紧这个基础上 把指挥调度这一块的职能赋予给他 上世纪90年代震惊全国的1500万 攀于大街案 在广州市110的指挥协同下 用时仅11天 该案6名主犯与4名同案犯 就落入了警方部下的天罗帝网 应该来说110的话更管用 而且就是说能够把整个公安系统 就是社会面的警力调动起来了 2003年广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 再次迎来重要升级 从狭小的办公楼搬进了崭新的110指挥中心大楼 接警能力进一步得到增强 这个大厅有600多平易吧 席位也增长到80个席位 那么这时候的这个接警量一下子突增 那么也相当于97年一年的16倍 也是一个大的跨越的变革 更重要的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让110为您服务的能力和速度得到了极大提升 并构筑了新的社会联动指挥体系 通过的那个社会联动啊 就是不单只是动了我们自己公安的职能部门 也把就是社会相关的职能部门给动起来了 他们同步可以看到我们的警情 也可以同步的调动这个 那个职能部门去现场处置 这里就是我们广州110接警服务台 现在的110指挥中心 每一个接警席位上方都有一个不再使用的红绿两色灯柱 但是目前到现在呢 这个灯已经我们现在已经不用了 我们现在建设了更为高效的这个智能接触警云平台 先进的智能接触警云平台 支撑广州110在全国超大城市率先实现了统一接警 分级分类触警的机制 你好广州110 2020年10月12号10时50分 广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报警人洪某说自己的姐姐遭遇了抢劫并被打伤 他在这个车上里面等车 就有一个嫌疑人呢 男性的嫌疑人呢 把他恐吼 让大家到一个想象里面去抢劫 随即离案发地点最近的巡警 及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案发地 对受害者展开询问 同时图真民警已经开始通过天眼系统 寻找嫌疑人踪迹 同时警务云平台在经过信息比对后 另一条信息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何哲学儿子在我们辖区通口街 怕的时候辖区走私 报警人说他的儿子陈某最近情绪异常 自己在带他到医院看病的过程中 儿子突然走失 两条报警时间接近地点接近 经过比对民警确定在贺洞街袭击洪某的男子 与陈某走私的儿子陈某强正是同一人 当时他走私的时候他穿的衣服是黑色的裤子 浅绿色的短袖 案发两个小时后 图真民警在监控中发现了陈某强的身影 处于拆迁状态的贺洞村并没有视频监控 有暴力倾向的嫌疑人在进入贺洞村后就失去了踪迹 指挥中心立即下达指令对相关区域展开搜索 很快民警在贺洞村一处废弃房屋内有了发现 根据这条线索 图真民警在村庄周边的监控中 再次找到了嫌疑人的下落 在嫌疑人漫无目的地四处逃窜时 一张无形大网已经在他身后悄然展开 10月12号中午一点多 警方实时追踪到嫌疑人出现在广州市著名的旅游景点 沙面风景区附近 很快嫌疑人在进入沙面风景区的观光桥外侧出现 隔着一条河就是人流密集的景区 市级指挥处还有分级指挥中心 都是每隔10来秒20秒又通全一次为止 三面C01巡主 三面C01巡主 现在嫌疑人已出现在观光桥 上桥位置 请马上过去将它控制 073面C01 嫌疑人已被我们控制 岭南所C01巡主 郭宝所C01巡主 现在沙面所巡主已在观光桥 上桥外附近将嫌疑人控制 请马上过去配合 这个智慧性警务呢 对我们这个机场民警班呢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跟帮助 因为每一言物一分钟 嫌疑人离开的那个现场的 具体就越远 所以呢我们这个 对接警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为了方便市民报警 近年来广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 还推出了互联网报警新模式 市民甚至可以与接线员 直接进行视频沟通 一个方面就是说 当报警人认为 他现场有危险 他想让我们掌握知道 或者想通过我们的声音传导 能够在现场形象一个震慑 有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同时呢 也更方便于那个报警人 跟我们的双向连接 让我们知道现场的情况 广州110指挥中心的不断与时俱进 是广东公安深入推进智慧新警物建设的一个缩影 广东公安将继续加强大数据智能化应用 不断提升治安管理的工作效能 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加安全的治安环境 和更加优质的民生服务 好的 本期节目内容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